政府作為全港最大的僱主 亦會推出措施 以起一個帶頭和推動的作用 由6月1日,即明天開始 至到8月31日期間 政府僱員在接種每一劑疫苗之後 可以在接種後獲得一天的疫苗假期 讓員工可以有充足的休息 此外,為了肯定較早時已經接種疫苗的政府僱員 對疫苗接種計劃的支持 所有在今年5月31日或之前 已經接種了疫苗的政府僱員 亦可以就每一劑的疫苗 申請在明年3月31日之前 放取一天的疫苗假期